小长颈鹿马上就要出生啊 现在周围的狮子等待多时 小长颈鹿现在是最危险的 要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 狮群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攻击 母亲长颈鹿绝对是大长腿 是练腿上活的 基本上就是前踢后踹 踢到狮的身上一脚 狮的也是半死 但是小长颈鹿就不行了 不堪一击 狮的死死的咬住大腿 母亲关键时刻赶到 这娘俩应肩作战 面对狮群毫无畏惧 现在狮群呢开始展开了包围行动 这只长颈鹿落单了 这大长腿跑起来也不慢 这个狮子直接想蹦到长颈鹿的身上 肩子太高了 上不去啊 看看这腿上活绝对可以啊 狮猎长颈鹿啊 狮猎长颈鹿啊 一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狮子开始耍无赖了啊 全部趴到长颈鹿的身上 想用身体的重量啊 把长颈鹿扳倒 一旦倒下啊 长颈鹿就很难站起来 这只长颈鹿太坚强了 就是不肯倒下 开梯 看看啊 三连蹄 这只狮子死定了 狮子狮狮猾失败 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 今天看看狮子到底 配不配当上百兽之王 疯狂的幽竹反杀石子 一只未成年的小幽竹 直接干石子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百秀之王 被小幽竹直接干跑 百秀之王狮子也有脆弱的地方 没想到被幽竹给干成这样 狮子是猫科动物当中唯一群体狩猎的 老虎花豹都是单打独斗 唯一只有狮子是群体的生活一起狩猎 如果狮子要是单打独斗的话 那就废了 狩猎的成功率就太低了 看看狮子只有成群才厉害 轻松的拿下猶猪 再看看马蜂攻击狮子 狮子居然敢掏蜂窝 招惹马蜂的后果很严重的 狮子居然敢掏蜂窝 狮子王勇敢的爬上了树 不容易啊 结果被蜜蜂干的抽筋了都 为了吃点蜂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接下来看看狮子大战斑马 一个前空翻啊 直接干过去了 这狮子没杀住车呀 斑马呢黑白两道 是练腿上火的 狮子成群呢确实凶狠 斑马是非洲草原上唯一的物种 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今天狮子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致命的一踢啊 所以说狮子狮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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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洲草原上绝对是大哥大了,百兽之王 想吃啥来啥 但是它的主要食物还是水牛 但是每年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也不少,排名第一 这个野牛也相当暴脾气 你看这个狮子王有点沧桑了,岁数不小了 看看斑马的牙齿也是相当结实 咬合力很强 这身上的条纹很漂亮 看看这致命的一体 直接给狮子踢飞了 但是最终啊,斑马还是干不过狮子 狮子合作狩猎是很厉害的 一对一的话,斑马也是不好制服 一旦倒下啊,就很难站起来 这哥们可以啊,站起来了 这体格不错呀 这体格不错呀 斑马身上的条纹和人的指纹是一样的 没有完全两头是相同的 而且斑马是非洲草原上唯一的物种 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看着看着这只斑马呀 看着这只斑马呀 要把狮子给干沸腾 狮子狮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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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 现在是太危险了 由于生产他们肯定会吊队 这个时候这娘俩很容易遭到狮群的围攻 现在狮子已经潜伏过来了 小水牛一个小时就可以站起来 但是它也架不住狮子的锁猴 现在母亲水牛前来救援 要不然小水牛死定了 看看母亲水牛 直接把石头挑起来 这小暴脾气 小水牛获救了 它只有跟在母亲旁边才是安全的 这只狮子瘦的全是内伤了 这只狮子瘦的全是内伤了 今天水牛相当疯狂 都是成年的大水牛 狮子也是挑老若病残进行攻击 成年的水牛它也害怕 水牛大军浩浩荡荡的 今天的水牛太齐心了 回来营救小水牛 回首掏啊 这个干的很 直接牛脚挂到了狮子的后腿 直接把狮子干废了 把旁边的狮子都看傻眼了 不敢动了 这个更狠啊 干了一地烟 狮子在空中飞舞 死定了 东北 优优独播剧场 imagino ata 保庭